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科书里面只有异性恋的交往方式 同性恋或同志的议题是完全没有被放在里面的 性别平等教育法实施已经十年了 新的课纲从97年到现在也将近十年了 我们竟然还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 还是有看到了一些就是我们认为是性别刻板印象的内容 像是在讨论滋味的时候我们只谈到了男性的滋味 却忽略掉了女性滋味 在教材里面还会出现 如果发生婚前性行为 男生会有养胃的情况 婚后会有性能感 课纲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但从课纲变成教科书和教师手册的时候 问题就跑出来了 比如说菜花的并发症 它这个感染后会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会比较高 其实它是两种不同的病毒 35岁以上是不能使用避孕药的 最荒谬的是这一个 高中的教师手册里面 竟然有这样的一句话陈述 每年阴历的七月许多女性忧郁症发作 及各寺庙的阴灵都跟堕胎后遗症有关 我们的意思是说这样的健康教育 其实放了宗教的道德概念 在里面要输入给孩子 所以我们才说 请给孩子一个客观的医学的科学的健康教育 而不要把这样的一个宗教信仰的东西 带到这个里面来 就是我们教师手册里面 有爱家杂志的内容 有天光出版社 有什么人光出版社 这些都是宗教团体的出版社 他都是用这些东西在做 当然我不是说全部 就是有一两册 他到底老师要去选哪一本 他受到哪一种教育 我觉得对学生来讲也不公平 因为有的就传递非常多 从宗教制的这个教义的这样一个东西 但有的就蛮公允的 我很在意的还是教师手册的这个审查 就是在课纲的这个制定 或者是教材的这个编写 我们希望能够去避免一些特定的这种价值观的部分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女性 或者是具这个性别敏感度的这个成员 可以加入在课纲的制定 或者是教材的审定 然后能够建立一个符合我们性别平等教育法 的规定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教材 那其实在国教院里面 在审查教科书的部分 他们一直以来都有设定 性评的咨询委员会 那今天相关的这些 就是有收集到相关的疑问 性别平等委员会 他们会召开这个专家学者的咨询会 那决定讨论之后 如果决定有些真的是有偏误 或是需要修改 那就会转职出版社来配合修正 那一般的出版社会针对教师手册 它是另外增加的这个补充教材 那这个部分国教院也会把这个 相关的建议还有一些提问 会转职出版社来配合 这个课当是105年2月的时候出来 所以现阶段的话 是目前是进入网路共听的时候 我们在8月18号的时候 包含建体 已经有领域都已经上网公告 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 相关的意见的话 其实可以直接到网路论坛上 大家可以一起进行一些沟通跟讨论